你就是給人當保姆 人家沒有保姆家 給人當保姆一個月一千五 不是 誇張這麼說 那找自己的老伴跟保姆家 不是 現在這老人很多都是保姆行事的 我知道 老伴都是保姆行事的 女人她怕吃虧 咱想找的是伴的又不是保姆 對呀 所以實際保姆挺好的 但是我也遇不著保姆類型的 我要遇上保姆類型的 我就不想當保姆 我要遇上保姆類型的 你不就認錢嗎 我絕對不當保姆類型的 什麼你一月給我多少錢 那不是夫妻 那要把母家給你 我有病你不願意結婚你怎麼認 你有病那跟我也沒管 這不存保姆嗎 那不對 大哥你這思想就不對 現在保姆是行老伴不就這樣嗎 那是除了臉不一樣 除了臉不一樣 你女爹都能學出來都出去了 你現在幹啥 她還能當保姆嗎 然後她就回她家了 那個美女啊 那就不耽誤時間了 好嗎 咱們就結束這路吧 嗯 搞那事兒我的媽 來找保姆類型 誰給你當保姆類型 就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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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最後 蔡大哥把老伴比做保姆的言論 徹底讓張大姐接受不了了 起身就要離開 現在可能大哥說的 她不是那個意思 那啥不是那意思 就是那意思 她都明說了 我就想找保姆類型 那現在沒有 那明說了 那你會說不說會聽的 對不對老媽 你會聽明白 在一起 都得互相關心 互相照顧 嗯 要不那樣的話 誰 誰還找老伴幹啥呀 嗯 自己不能過嗎 是不是 你現在是想找一個保姆類型的老伴嗎 沒有 當時沒想過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形式 那你剛才說的那種感覺 就像好像是你想找一個保姆類型的老伴 沒有 沒有 我是找基本上同齡的 那你說我付出那麼多 憑啥吧 嗯 咱就那麼想 原來呀 這蔡大哥保姆的言論 也只是說一下社會上有這樣的形式 也不是自己想找個保姆型的老伴 你看看 這性格直爽的蔡大哥 這不讓張大姐誤會了嗎 知道了原因的兩位 還能否繼續聊下去了呢 她適合找一個比較溫柔一點的那種的 不能當家的 然後 怎麼說呢 能賺錢的女人都有性格 不能賺錢的女人 她又瞧不起 就因為你是女的 就讓男的負責你一切 這合理嗎 那就是個 不得互相付出嗎 感情上 物質上 最後經過兩邊的了解 雙方都覺得兩個人不太合適 覺得還是沒有必要 繼續聊下去了 拜拜 謝謝辛苦了啊 拜拜 拜拜啊